一股低氣壓系統在過去數天 正慢慢地深入加州海岸 在週四下午正式登陸 為灣區帶來新一波的降雨 不過這一股低氣壓的威力 遠遠不如上個月所見的多個風暴 今次的降雨更多只是提醒加州民眾 雨季依然未結束 這一場雨水預料有可能在加州的中谷地區 帶來水浸或是個別的山泥傾瀉事故 首輪雨水將會在週四的傍晚首先遞達北加州 然後會開始翠西北風 而北灣、三藩市以及中半島的震風時速 可能會達到25英里 並且帶來雨水和脈雲 接著雨水就會進入內陸 而在神奧馬縣和Santa Cruz縣 之間的一號公路陸續都會有無無雨 到了週四晚大概8時 低氣壓的冷風接近海岸時 會更多的咒雨開始散步 雨大會在10點左右到達北灣的高地 《三藩市幾時報》引述天氣預測模型顯示 星期四晚大部分的降雨將會集中在 Marine、Sanoma、Napa和Seleno等院 而三藩市、屋倫和大部分的半島地區 就會在星期五凌晨2點到清晨7點出現咒雨 但雨勢估計不會太大 預料星期五早上大概從11點開始 雨水會逐漸減少 而到了下午只會剩下零星小雨 今次雨勢最大的地區 會集中在Sanoma縣的海岸線 當地的雨量可能會有一吋 三藩市灣區大概會有0.25吋至半吋 南灣的雨量就會是0.1吋左右 灣區星期六可能依然會下雨 不過機會會是15%以下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導